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张爱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 然而制造更多的遗憾却偏偏是爱情 在现实生活中,爱情有时候也不是完美的 两个相爱的人之间呢,也会出现各种的矛盾和争吵 但是遇到了问题,我们也要学会解决各种问题 不要用冷战来解决问题 有的矛盾可以调和,但有的矛盾却只会令人压抑 都说夫妻之间床头打架,床尾和 倘若夫妻之间出现这三种现象,就没有必要再过下去了 在一起也不过是煎熬 第一个是不沟通 我们有多久没和爱人好好地说过话了 一年有365天,8760个小时,525600分钟 然而和爱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可能一直手都数得过来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呢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文讲述了自己的婚姻故事 我早上起床上班,稍微闹出一点动静 妻子不耐烦地说,你不知道我睡觉清,还故意这么吵我 我无奈看了妻子一眼,悄悄地离开 中午妻子问我晚上想吃什么,一会儿要去买菜 我早上的怨愿还没有消,应付地回了一句,随便吧 妻子看到没有回复,我想估计也是生气了吧 晚上回到家,妻子正在厨房张裸着饭菜 我陪着孩子玩了一会儿,妻子喊道,洗手吃饭 在饭桌上,妻子给孩子喂饭 或者偶尔略带严肃地教训一下孩子 我则是低着头吃晚餐 妻子偶尔会问一嘴 孩子想奶奶了,周末回趟家吧 我呕了一声,便不再回话 晚饭过后呢,等到宝宝睡着 我拿起枕边的手机玩起了游戏 妻子正在看着她的直播,看得津津有味 玩了一会儿,关灯睡觉 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这样的一天过完了 可这样的十天,一百天,还在重复着 结婚是因为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想要余生能够和你一起聊下去 离婚呢,是因为我们面对面,却相对无言 今后的每一天都可以遇见 有时候婚姻很坚强 即使一起吃泡面,我都觉得生活充满了期待 有时候婚姻又很脆弱 话不投机半句多 就足以让家庭分离崩溪了 其实婚姻走向平淡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生活本就充满了烟火气 不可能每天都是花前月下,浪漫满屋 但平淡的生活,想要过得舒坦和谐 就少不了彼此的沟通 钱钟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婚姻是一座围墙 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 婚姻的酸甜苦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 两个人在一起,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磨合 不沟通的两个人呢 即使在一起,也如同陌生人一般,毫无意义 夫妻之间缺少了沟通 生活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 太阳不是突然落山的 失望也是一点一滴积累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越久 彼此暴露的问题就会越多 真正的爱情并不是说对方有多完美 而是我愿意去接受一个不完美的人 即便如此,我也愿意爱他 这才是爱情最纯粹的地方 长时间不沟通的两个人 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有感情的 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久 沟通就越为的重要 倘若夫妻之间一旦失去了沟通 那么这段感情也失去了他本来的含义 第二点是不包容 张宏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而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于一 即两个人各自消去自己的个性和缺点 然后凑在一起 1932年初 杨将和钱钟书在清华古月堂出见 在后来的接触中 两个人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 在他们结婚前夕 钱钟书考取了复英留学的资格 而为了使钱钟书的学业不受到影响 杨将毅然办理了清华研究院的修学手续 很多人不理解 但是杨将笑而不语 后来大家才知道 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 生活自理能力几乎一窍不通 他打翻了墨水瓶 染脏了房东家的桌布 杨将说不要紧 我会洗 他弄坏了家里的台灯 杨将说不要紧 我会修 杨将没有因为钱钟书的生活自理能力差 给他的生活添了许多麻烦而恼怒 而是永远对着钱钟书 说着无限深情和包容的 不要紧三个字 这三个字呢 看似简单 确实需要对爱情有着足够的信心 对其他有着足够的理解和包容 杨将爱钱钟书 所以在婚姻中 他不但能欣赏他的优点 还能包容他的缺点 而且不去试图改变他 如此这般 钱钟书也给了他爱的回报 在杨将被迫进行劳动改造时 坚定地陪伴在他身边 一生不离不弃 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事 也肯定有着他不擅长的事情 有人天生对数字不敏感 有人文字理解能力很差 有的人呢 动手能力不强 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好的婚姻就是相互欣赏 你能读懂他的好 也能包容他的错 正如佛经中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 上等的夫妻关系 是相互欣赏 中等的夫妻关系 是能够相互理解 下等的夫妻关系 是能够互相包容 如果连包容也做不到 那么夫妻在一起 只能互相伤害了 失败的婚姻 总是从挑剔开始的 当我们渐渐看不惯对方 开始挑剔对方的时候 自然就有了嫌弃 一段完美的感情 并不是遇见最完美的人 而是允许对方在婚姻中 有自己的缺陷和瑕疵 允许对方以不完美的状态 嵌入彼此的生活 看过越来越多的感情才明白 一段感情最动人的时候 不是热恋期的你浓我浓 不是面对风雨时的同舟共济 而是随着时光流逝 彼此见证对方的衰老 而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定包容 在婚姻生活中 夫妻也应该互相包容和理解 男人应该体谅女人 生儿育女的辛苦 女人应该体谅男人 养家糊口的心酸 夫妻之间应该互违避风港 而不是一方心甘情愿的付出 一方理所应当的接受 学会包容理解彼此 才能够让一段感情越来越长久 在现实生活中 夫妻之间发生矛盾 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只有学会包容 懂得原谅 才能够继续地走下去 倘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那么感情到最后 也就会失去了 第三点呢 是不尊重 利昂尼多娃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婚姻的基础是爱情 是依恋 是尊重 夫妻之间 即便是结了婚 也要学会彼此尊重 相敬如宾的爱情呢 才能长长久久 两个人之间 之所以能够长久地交流 是因为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懂得彼此尊重 尊重彼此的爱好 尊重彼此的生活习惯 尊重彼此的兴趣爱好 这才是夫妻之间 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在感情中 总有人会以为 我是为你好的为借口 来限制对方的行为 但殊不知 这样的行为 只会让对方 更加地想要疏远你 因为婚姻并不是 限制人自由的求聋 倘若我们自私地 想要用自己的方式 去改变对方 那么到最后 这一段感情 也必定会毁灭 尊重是交流的前提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必定会产生中 很多矛盾 有的矛盾能够达成一致 也有一些矛盾 不能够达成一致 面对那些 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也应该彼此地尊重 不要强求对方 尊重是互相的 你想要对方 怎么尊重你 你就要首先 先学会尊重别人 夫妻之间 也更是如此 尊重 才是一段 感情长久的基础 夫妻之间 在相处过程中 会出现各种 各样的矛盾 有时候 两个人之间 之所以发生矛盾 并不是因为不爱了 而是因为 两个人太过于相爱 所以才会希望 对方能够 按照自己的方式 来改变 夫妻之间 出现矛盾的时候 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逃 选择逃难 不懂得沟通的夫妻呀 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会越来越多 不懂得包容的夫妻 两个人之间的争吵 也会越来越频繁 不懂得尊重的夫妻 两人之间 也永远是无法长久的 时间越久 倘若这三种矛盾 不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两人之间 便会越来越煎熬 到最后心 也会越来越疲惫 即便是在一起 也会不愉快 所以 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只有这样 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 才能够越来越和谐 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